传说中的瑞幸真的要倒闭了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成熟稳重的瑞盈和现在风口浪尖的瑞幸 大家好,我是Mike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节目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周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里面最热门的头条新闻 除了特斯拉新出的晴天柱机器人以外 想必就是曾经一度是所有学金融专业学生们梦想的工作 那个公司瑞幸出了大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作为瑞士第二大银行 同样也是世界上前十大的投资银行之一的瑞士信贷银行 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 就从曾经一度世界的顶尖位置 调到现在被传言就要破产的这个状态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简单普及一下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在全球来说 最赚钱的银行在过去的50年都是集中 在美国比如说像高盛 像摩根 像摩根又分成了大摩小摩 还有像花旗等等 但是大家印象中除了赚钱以外 真正给人一个成熟稳重形象的 则一直是瑞士的银行 各种好莱坞的电影也都是各种顶级富豪 想必是人手必配一个瑞士银行的账户 你要是没有一个瑞士银行的账户了 你都不好意思跟其他的富豪打招呼 那么在众多的瑞士银行中 又以瑞士信贷和瑞士联合银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UBS最为出名 我们知道瑞士信贷目前是瑞士第二大的银行 也是第二大的投行 它有着超过166年的历史 也是西方金融体系中重要的银行之一 那么到目前为止 瑞士信贷在全球一共有超过5万名员工 并且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有分支机构 它目前管理的资金的规模 是超过了整整1万亿美金 这个涵盖的范围也从传统的银行业 理财 风投到我们说的像私人银行 包括投资银行 兼并重组 基本上什么都做 但是就是这么大的体量 瑞士信贷的股价却在两年时间里 从最高峰的近20瑞朗一股 掉到最近最低时候 曾经到过仅有3.5瑞朗 跌幅超过了80%以上 违约调换指数 也就是我们英文里面常用的CDS 这个指标更是冲上了250个基点 也接近于2008年 雷曼兄弟当时在倒闭之前所达到的价格 我们知道这玩意儿CDS通常意味着 就是你这个银行问别的银行去借钱 或者在信用市场之间来回拆借的时候 需要支付的一个潜在的违约金的比例问题 这个指数越高 也就是说你付出的代价越大 别人越不敢借给你钱 也就是说 在过去的几周 瑞士信贷的违约几率 在市场上其他银行和投资家看来 已经接近于2008年雷曼当时的程度 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用我们传统的网络用语是 是人性的泯面 还是道德的沦丧呢 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 搞笑一下 回顾一下他过去两年所犯下的错误 那么实际上瑞士信贷在过去两年 其实准确的说是2021年 连续两个重大事件 让他在2021年几乎亏损了 整整100亿美金 这两个事件呢 就是由前韩国籍的著名 风头或者说是基金经理 比尔黄所在的他的一家机构 这家机构的英文名呢 是叫做阿古斯 阿古斯世界 他连续用了杠杆 重藏了几个股票 这个杠杆借的钱 来自于华尔街不同的投行 其中瑞士信贷 借出去的钱特别多 因此当他爆了仓 股票被强贫之后 发现所剩下来的钱 用来还给借他银行的钱 已经远远不够 因此光是这一次 就让瑞士信贷损失了 超过50亿美金 结果又过了几个月呢 这个另外一个Gracio 也就是另外一家公司又出事了 在那次事件中 瑞士信贷又成为一个 主要的借贷方 光是这两起事件 加起来呢 就让瑞士信贷总共 承受超过80亿美元的损失 然后呢 这个是乌漏偏分连下雨啊 这个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 2021年呢 瑞士信贷又被瑞士政府 告上了法庭 说他们呢 给犯罪分子和其他的黑帮 以及寡头 提供洗钱 以及其他的 这个理财上的非法的活动 重罚了他一笔 虽然那个罚金呢 从数额上来看 并没有像前两次事件这么多 但是这让瑞士信贷的名誉 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那么实际上 在根据后面的这个文件披露啊 实际上在第一次 也就是强评事件中 其实瑞士信贷的高管 他们的CEO 一直到了啊 这个基金经理 要强评仓位前几天 才知道瑞士信贷 在这件事情中 或者说在那个投资组合中 占有了这么多的 或者说借出去了这么多的钱 换句话说就是 他的封控机制 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所以当这个基金啊 当时的他的基金经理呢 是叫做外号 叫做韩国月云鹏啊 这个比有黄 当时这个基金呢 重仓位啊 而且加了杠杆 用一百多亿美金呢 一直加到了一千五百亿的股票仓位 之后呢 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呢 他无力补仓 所以呢 导致了世纪连环大宝仓 在短短两天之内 被强制全平 整条华尔街 或者说整华尔街多家机构 总共损失超过百亿美金 其中呢 瑞士信贷独家承担五十五亿美金 你说亏得厉不厉害 所以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两次大的亏损 加上一次啊 这个被判有罪 名誉上严重受损 使得瑞士信贷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中的连续出现了亏损 那么其中2021年第四季度呢 更是出现了税前16亿瑞士法郎的惊人亏损 我们知道瑞士法郎和美元几乎是1比1 也就是16亿美金的亏损 那么到了今年2022年 他则赶上了加息草 由于这个美元利息的上涨 使得他的亏损再一次被放大 例如在2022年的第一季度 瑞士信贷累计亏损2.73亿瑞士法郎 到了第二季度 他的亏损呢 则扩大到了15.9亿瑞士法郎 环比呢是整整扩大了482% 所以总的来说 从9月份之后呢 就断断续续传出了 钱不够了 我就要挂了 我还没挂 我第二天也可能挂 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不利消息 导致呢瑞士信贷的股价 在两周之内连续出现暴涨暴跌 同时他的信用违约这个票据呢 在市场上也是出现了大幅上涨 也就是大家需要你付很多的钱 我才敢借给你钱 那么总的来说 在之后啊 他的CEO赶紧出来澄清说 我还有一千亿 我还有一千亿美金的现金 或者说是快速流动资产 大家不要怕 不要慌 还是要跟我们做生意的 结果呢 网友很快就把2008年 当时雷曼兄弟倒闭 之前几周呢 他CFO 也就是财务 首席财务官 说出来的讲话 跟他做了个对比 几乎是一模一样 当时也是说 我们雷曼兄弟啊 这个还有很多钱 资产充足 大家不要怕 所以 CEO出来说话之后 反而瑞士新来的股价 再一次下跌 然而同样是来自于瑞士 另一个瑞士的品牌 我们说的第一瑞士银行 UBS 却和他的难兄难弟 截然不同 我们知道 作为瑞士最大的银行 瑞银在2008年 也就是当时的金融危机 一度是和瑞幸一样 关注于投行业务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理论上 赚钱最大的一块 但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 瑞银就开始了改革 并且呢 不断缩减他们的投行业务 相反呢 却把最大的投入压在了当时别人都不是那么喜欢的财富管理上 我们知道财富管理啊 他可能来钱并不像这个投行来的那么快 而且他需要时间的积累 因此在当时很多美国的银行呢 都不喜欢做或者说不太重视财富管理业务 可是瑞士银行却是在2008年到现在 短短14年时间通过财富管理的积累 成功的超越了瑞士信贷 他另外一个瑞士的兄弟 成为呢 现在瑞士市值排名第一的银行 而在今天我们知道呢 实际上啊 不论是在品牌力 还是在大家心中啊 说到瑞士的银行 那么瑞士的UBS 已经远远超过了瑞幸 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同时呢 UBS我们说的瑞士银行 也成为了目前真正的世界富豪首选的 利财银行 那么最后关键的问题就来了 如果最差的情况发生 瑞士信贷真的倒闭了 会不会像当年的雷曼一样 所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呢 虽然我们知道未来 谁也不知道 只有神仙才知道 但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我的判断是不会的 我们知道历次的金融危机呢 起因都是因为某一家 或者某几家大型的机构 在短时间内出乎意料的快速倒闭 从而引发连锁反应 这中间的关键词就是 一是短时间 二意外 三连锁反应 换句话说 如果瑞幸从传出消息要倒闭 到真正倒闭 仅仅只有几天时间 让市场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让投资者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让监管机构还没有来得及应对 那个时候他突然倒闭 并且连锁引发一系列事件 那么是有可能会爆发一次新的金融危机的 但是现在情况呢 他从九月传出要倒闭 要倒要倒要倒 倒到现在还没有倒 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 而且呢 他的CEO也天天出来讲话 我还有一千亿 一千亿 一千亿 因此 不论是从市场 投资者 还是监管机构 都已经在心里面默认 最差情况将会发生 所以这个时候 你突然吓他一下 他人家已经不会被你吓一跳 心里已经有了最差的打算之后 那么自然也有相应的对策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瑞幸真的挂了 天是不会塌 所以大家记住了 快速意料之外的倒闭 通常会引发恐慌和危机 但是长时间的警报和股价下跌呢 所带来的倒闭 通常来说 它的确是会影响经济 可能会影响衰退 但是它一般不会引发一次危机 我们综合的结论就是 由于缺乏了意外性和突发性 因此各方已经提前有所准备 因此呢 就算这次真的走到最差情况 瑞幸也不能称之为危机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 危机和衰退的区别 那么危机就像是短时间的倾盆暴雨 加雷电 而衰退呢 则是长时间连续不断的阴雨绵绵 但是我们这个说完了最差情况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从2008年到现在 基本上整一个世界经济都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调整和下跌 换句话说了 一直在上涨 你要出下一个重拳 势必需要把拳头收回来 才能打出去 所以我们不妨把这一次深度的调整 作为一次下一阶段 不论是五年十年还是十五年 新一阶段成长之前的寒冬 那么只要这一次美元加息能够快接近于结束 假设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值没有扩大 那么我们相信到明年年终左右 这个时候就是一次十几年一遇的进场机会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